我覺得她運動力做得超好的 就是非常適合比較豐滿的女生 第一呢 你先看一下 她雖然她的胸口很低 但是呢 她不會讓你沒有支撐感 展性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當你在做比較深溫的時候 膝蓋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覺得有一點緊緊的 哈囉 我是Shar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不知道各位喜歡運動的女孩們 是不是會跟我一樣 常常在滑IG或Facebook的時候呢 就會滑到一些看起來很用人 跟很性感的運動褲的廣告 這些廣告呢 我每次看到我都以為衝動 就很想要買幾件回家穿穿看 因為他們的設計感很強 看起來又很提臀 所以整個廣告的形象非常的好穿 又很時尚的感覺 可是我每次就覺得說 因為這些品牌我都不熟悉 周遭也沒有朋友買過 所以就覺得說怕買回家 其實不是那麼的好穿就浪費了 那我今天呢 我就買了幾家這些廣告的褲子 就是要來實穿跟實測給大家看 來告訴你們這些褲子 到底是不是如他們廣告所說的 這麼好穿 首先呢 要先跟各位說聲抱歉 因為我們家最近在裝潢 所以整個收音呢 可能會有一點吵 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我想要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自己覺得什麼是好的運動褲 第一個是它不可以Lay out 絕對不可以有女性的這個 Camel toe的形狀出現 它的延展性跟包覆性要很強 那如果最好的當然就是會有一點提吞的效果 現在目前呢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運動褲 是Lululemon的 身上這一條是Lululemon的運動褲 它這一條呢 很方便 這邊有一個口袋的設計 Lululemon它的褲子的檢查 會讓你視覺上覺得屁股比較翹 我現在做五個深蹲給你們看 很多褲子當你做完深蹲之後 褲子會整個開始往下滑 它的腰部會開始這樣往下捲 但是Lululemon它的褲子完全沒有這種情況 而且它每一條褲子很特別的是 它的腰部的設計會比較鬆 比較有空間感 所以當你在做一些比較彎腰啊 或是側腰的動作 就比較不用擔心就是肥肉會這樣一直擠出來 就會不好看 Lululemon它的褲子的確單價比較高 但是我還是覺得它真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首先第一個要介紹的牌子叫做VC Style 這應該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那我為什麼會買它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廣告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健康陽光的一個形象 整個褲子感覺是包袱性還蠻強的 所以那時候想說就買一條褲子來穿穿看 它寄來的時候就放在一個這樣子的袋子裡面 夾鏈袋 造型我覺得是還蠻可愛的 我是買八分褲高腰的 這個顏色呢 它叫做冰箱子 我覺得這顏色還蠻特別的 也蠻美的 我現在摸起來呢 它的材質還蠻軟的 是偏中厚度 延展性也還不錯 包覆性應該是會蠻好的 袋子裡面還有附了一張 如何清洗的單子 這個牌子呢 我看了一下它的網頁 這應該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這一件褲子呢是一千兩百七十元 我覺得一千兩百七沒有到很便宜 可是也不會很貴 那我們現在就來穿穿看吧 我現在身上是VC style冰箱子的高藥褲 它的包覆性還不錯 它的確比較緊 所以我覺得T2效果是柔的 但是我就不確定它的延展性 我先來做五個深蹲 你們看一下這裡 會有一點褲子開始往下捲的情況 當你一直在做下半身的運動的時候 你會需要一直拉它 因為它這個材質做得比較薄 所以它會一直往下捲 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它有一點 延展性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當我在做比較深蹲的時候 膝蓋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覺得有一點緊緊的 但是我覺得 它還是算舒服啦 如果你不是說要做一些比較強烈的重訓 是OK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錢一千兩百七 有一點點太貴了 今天穿了VC style的十條褲子運動了一堂課 腰部這個地方 跟之前說的一樣 就是它會有反折的情形 只要我做一個彎腰的動作啊 或是可能做個深蹲 它這邊 你看它的旁邊 就是會往下反折 可能就是要一直在把它拉平 但是我覺得它的包覆性是蠻好的 除了之前說到膝蓋比較緊之外 我覺得它的這個地方 包覆性很好 所以在做深蹲的時候呢 都不太會有滑落的情形 踢吞效果我覺得也是有的 的確是有一點踢吞的效果 然後因為它的腰部這邊 包覆性很好 所以肚子的地方就沒有這麼的明顯 整體來講我覺得還是不錯啦 第二個牌子呢 叫做Girls Lab 這也是台灣的一個牌子 我不知道喜歡運動的女孩們 會不會很喜歡看別的女生 就是穿得很性感 然後在做重訓的影片 我為什麼這個廣告會吸引我 就是因為他們的影片 它在做那個硬舉嘛 這個褲子感覺包覆性很強 而且都不會滑落 還蠻適合做重訓的運動褲 所以就買了來穿穿看 這個牌子呢 我一共買了兩件 我買了它的內衣跟它的褲子 褲子呢 我是買口袋提臀褲 就是有一個口袋的 然後會提臀的效果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穿穿看 是不是真的有提臀 它的價格我覺得CP值很高 因為它的褲子才800塊 運動內衣是660 它沒有任何一件衣服是破錢的 還蠻經濟實惠的一個牌子 寄來的時候呢 一樣就是放在這個夾鏈袋裡面 是買一整套 這個顏色是灰色 它的內衣呢 是綁帶的 我覺得這個綁帶的設計 蠻性感的 而且蠻有設計感的 然後褲子 就是這個樣子 材質我摸起來呢 沒有VC的這麼的軟 但是它比較薄 我覺得夏天的時候 褲子的薄度有差 有時候就是夏天 你在運動的時候會一直流汗 你穿太厚的那種重訓褲 會覺得有點悶熱 像我有時候就是 比較私密處的地方 運動的時候就是流汗 然後回到家 可能隔天就會長一些小痘痘 這一件就是算蠻薄的 所以很適合夏天 延展性呢 我這樣子拉起來 覺得跟VC style差不 我現在身上這套是 Girl's Lab的 我覺得這個顏色很漂亮耶 雖然它說是灰色 但是我覺得它有帶一點點的 墨綠色 蠻美的 它的上衣呢 比以比較豐滿的女生來說 還蠻友善 這邊做得比較鬆 就是像比較豐滿的女生 常常穿運動內衣 會有困擾 就是它的婦乳會擠出來 我自己也是 我的婦乳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它這種挖空 比較低的設計啊 就比較不會讓布魯這麼的明顯 它這邊呢 有一個就是綁帶的設計 覺得還蠻性感的 就是可以看你要綁前面 還是後面都可以 它這褲子就是我一個 非常不喜歡的點 就是它的腰 做得比較勒比較緊 所以像是我這種 生完小孩 肚子比較鬆的 需要包袱性 它這種比較 腰做得比較緊的啊 就很容易讓我們的 腰的那個肉肉 會被擠出來 你看光是我現在 我是有縮肚子喔 我不管怎麼縮 其實這邊都會擠出來 給你們看後背 這個地方 所以像這種褲子呢 如果我真的要穿的話 我一定不會搭 就是這種短板的上衣 我一定會搭一個T-shirt 然後把肚子罩住 然後只露出下半身 那再來講它的延展性好了 第一它這邊有口袋 我覺得是非常方便的設計 然後它的材質非常的薄 很透氣 我覺得延展性還蠻好的 就是光是我現在只是這樣子 都覺得還蠻輕鬆的 那我先來做五個身端 它這個褲子完全沒有下滑的情形 它這邊你看跟剛剛那一件比 它也不會往下折 它其實包覆的還蠻好的 我覺得Girls Lab這個牌子呢 雖然說它的腰比較緊 但是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肚子就是沒有那麼的緊實 所以如果你不是很介意肚子的 肉被勒出來的女孩們 我覺得Girls Lab非常值得購買 因為它的價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我覺得性價比非常的高 它的運動內衣我覺得也還不錯 支撐度還蠻好的 我這天穿了Girls Lab的運動內衣運動 那一整天下來呢 我覺得它的包覆性跟支撐度 真的還蠻好的 像我做這些運動其實有一些大動作 但是我的胸部都不會有異味的傾向 下一個牌子呢 叫做Visky Active 這個牌子我真的是到處看到它 不管是IG還是Facebook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剛好是它的受眾群 還是說它廣告預算很大 反正我就是太常看到它了 它的設計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性感非常的好看 它的廣告風格也是非常的走 就是歐美風 你去它的網站啊 它裡面幾乎都是歐美的model 身材都是那種前凸後翹的 看的都非常的誘人 它的廣告呢 其實我看到它好多次了 只是一直沒有下手買 那這一次就藉由拍片的這個機會 我就買了一套它的衣服 有分褲子跟運動內衣的價格 是這些網路品牌 電商他們的價格來說 它是算是比較高的 我買的是個網紗的leggin 我等一下給大家看 這一件leggin 美金換算成台幣的話 要2072元 它的運動內衣呢 是1540元 我覺得其實都不算太便宜 但是如果好穿的話 我覺得都是值得啦 它寄來的時候 它會放在這個盒子裡面 光是它的包裝我覺得 預算有比較高 跟其他家的比起來 打開呢 每一件衣服也都是放在這樣子的夾鏈袋 我的褲子呢 是買它廣告上很常大的一條褲子 我這樣看起來 它的褲子版型偏小 這條褲子呢 就是它這邊會有這種交叉的 網紗的風格 但要穿起來就會比較明顯 光是它的牌子也是做得比較漂亮 腰的地方可能會有點緊 我等一下穿穿看 上衣呢 sport bra 它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後面挖空的這種感覺 這個牌子我一開始以為它是歐美的一個牌子 因為它的廣告還有它的網站 全部都是英文的 但是它寄貨的地址是從大屋寄來的 是從順風 族群可能是打海外的 網頁是設計的很像國外的這種牌子 但是它應該是一個大陸的品牌 那我們現在就來穿穿看吧 那我現在身上這一套呢 是Whiskey Egg這樣的 我先來說一下它的這個運動內衣 我覺得它運動內衣做得超好的 就是非常適合比較豐滿的女生 第一呢你先看一下 它雖然它的胸口很低 但是呢它不會讓你沒有支撐感 很多做胸口太低的運動內衣 對於比較豐滿的女生啊 我們就會覺得胸部就是有一點下垂 支撐度不夠 但是它這邊你看它這邊做得很高 它的左右兩邊包覆性很強 所以它會有讓你胸部有集中提高的效果 再來呢像我剛剛說到的就是 我會有婦乳的問題 但是它這邊做得比較高 所以它把我的婦乳藏住了 就看不出來 背後也是非常的好看 這個設計其實還蠻性感 先說一下它的褲子好了 我覺得我可能應該要再買大一號 我那時候從袋子裡拿出來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版型偏小 它的腰的確對我來說太緊了 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這邊會有一個凹進去的形狀 這其實是它裁縫就是接起來的那一條線 但因為太緊了 所以它把我這邊的肉是往下壓就會有這個形狀 所以我可能應該要買M號 但是它的褲子呢非常好看 我當初買的時候就是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網紗的設計 這樣穿起來我覺得是真的還蠻性感的 這邊的腰部設計有個小巧思 就是它這邊中間是往下的 這會讓你穿起來 視覺上看起來會覺得你的腰比較細 那我現在來做五個深蹲 有可能是因為我買太小了 所以其實我現在做五個深蹲下來呢 褲子就有往下滑的情形 腿那邊開始有點往下 如果我要做一躺就是下半身的重訓都好 我就要一直在拉褲子 但是呢它的包覆性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不會有camel toe的問題 提臀我覺得普通沒有什麼特別提臀的效果 但是它的設計感其實就很強 所以有沒有提臀其實好像也無所謂 它的延展性我覺得也還不錯 膝蓋這樣子都不會覺得不舒服 Whiskey Active 他們的設計都很吃身材 網站上的廣告 還有我看它的版型 我就覺得說它其實很適合就是瘦 或是練得很精實的女生 他們的腰這個地方你會摸得出來 就是腰子這一條就是鬆緊帶 然後這種呢就非常容易勒腰 所以我覺得就算我今天買大一條 應該還是會勒腰 它這條腰的設計就跟Girl's Lab一樣 近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這邊是一條的 摸得出來 這邊有一條鬆緊帶 這種呢 只要是肚子比較不緊實的女生 都很容易把肥肉給擠出來 現在我身上這件Whiskey Active的腰 就是這種設計 那哪一種褲子會比較不會勒腰 就是像這個 這件是EC的 它的腰呢是沒有那個鬆緊的 這一整片都是用比較包覆性很強 延展性很強的布料 所以這種褲子呢就比較會包覆你的肚子 讓你的肚子不會這麼的凸 這麼的明顯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勒腰 但是這種褲子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你在做深蹲一些比較大的動作的時候 它的這個腰因為這邊很薄 沒有鬆緊度幫你的腰部給支撐住 所以它這個就很容易這樣往下滑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這種就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好有壞 那我為什麼這麼喜歡Lulamon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給你們看 它的腰 它這邊也是一樣 有一條鬆緊帶 你摸得出來 它不是像VC那一樣是一整塊布的 它是有這個鬆緊帶的 但是呢 它的腰的鬆緊帶做的有比較鬆 所以就會讓你的褲子第一不會下滑 再來是又不會累腰 所以就是我喜歡它褲子的原因 那這一條呢 我覺得如果今天你是很想要買就是性感 然後設計感很強的運動服的女生 我覺得Whiskey Active是非常適合你的 雖然它的價格 可能是我今天買的所有品牌中算是最高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設計感 還有它的材質都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價格來說是划算的 是非常合理的 我剛剛去搭了這條褲子 我覺得這些衣服平常外出也可以穿 這樣好像也蠻好看的 那今天的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並按讚 如果有任何意見的話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